好,我們來看這一題 正三角形的邊長為4 其高為多少 面積為多少呢 在這一題 題目告訴我們它是一個正三角形 所以說我們先畫出正三角形 正三角形的意思也就是說 三個邊都為4 那麼我們從上面的頂點做出它的高 這個高剛好會垂直 而且平分下面的底 所以說這一段會是2 這一段也為2 那麼接著高為多少 我們假設高為h 那麼在右邊的直角三角形 h2和4 它就會滿足直角三角形的必示定理 我們將它寫出來h的平方 就會等於4的平方 減2的平方 所以h的平方 就會等於16減4 也就是等於12 接著h我們就可以知道它會等於正負2 根號3 其中負不合 因為它是長度 好那接著 我們就可以將答案填上去高為2 根號3 接著第二個問題是面積 面積為多少 我們知道我們知道面積就由三角形的底層高 除以2 那麼我們就可以把它給算出來了 面積 h 乘4 除以2 其中h代表是2 根號3 那麼乘上4再除以2 也就是我們的4 根號3 面積為4 根號3